其实每年到了圣诞节 我都会想着说 怎么能把家里布置得好看一点 那今年呢 我选择了它 这是两款很有圣诞氛围的植物 它们一个呢 叫小香松 一个呢 叫做一品红 那这个小香松呢 它其实是一款有香味的小柏树 那你用手这样去摸一下 哇 它有一股浓浓的 精油的香味在里面 是一个迷你版的圣诞树 我知道 大家很少会像国外一样 去砍一棵真的大的松树 放在自己的家里 那把它摆在桌面上 最适合不过 这款植物一品红 那它的颜色呢 非常的好看 红红糊糊 所以说在国外呢 也是被当做圣诞花 赠予他人 那我管它这个红啊 叫做圣诞红 而且不光花是红的 我们连杯子呢 也给大家做成了红色 其实这两款植物呢 是我们在圣诞节啊 特意为大家定制的两款 圣诞植物 其实它们养护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只需要始终的保持 它这个底托里面 有水就可以了 它会通过这个棉线呢 把水分供给到 这个植物土壤里面 所以说懒人 也可以轻松的养好它 OK 一个小香松 一个一品红 你喜欢吗 那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阿先生 用的话点赞 拜拜